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嗨,我是天天 非常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有一对男女在结婚前 双方都经历过人生的挫败 这个男生呢,在婚约当中失败了 而女生呢,则是生了两个孩子后 孩子的父亲把照顾的责任全部推给他 后来两个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 彼此认识了,很快地决定要一起走入婚姻 虽然带着过去的伤痕 但是仍然许给自己美好的未来 他们完成了婚姻大事 以为能够互相倚靠度过每一天 却在某一次的争吵中 以不堪回首的往事来攻击对方 造成彼此的伤害跟关系的破裂 两个人都还没有尝到 那个在婚姻当中同行的甜蜜 就已经宣告彼此变成仇敌了 虽然有亲朋好友的劝说 还是挽回不了要分手的决定 他们的婚姻最终没有胜过过去的伤害 那么到底他们的婚姻出了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没有办法胜过过去的伤害呢? 有很大的功课是他们需要学习的 那就是饶恕 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单元是 你我他的故事 耶稣要来跟我们谈一谈 饶恕的功课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你欠过罪吗? 绝对没有 你得罪过人或令人伤心过吗? 这水没有呢? 那你欠了多少人一个真心的道歉呢? 又有多少人被囚在你的心里呢? 藏在心里的事有谁知道呢? 神知道 那主说该怎么做呢?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 也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 句句都可定住 若是不听他们 就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主啊 主啊 我弟兄得罪我 我当宽恕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我对你说 不是七次 乃是七十个七次 耶税回答门徒 在天国里 该如何处理得罪人的问题 就说了一个比喻 天国好像一个王 要和他仆人算账 财算的时候 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 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 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主人啊 快容我 将来我都要还清 好 你去吧 我免了你的债 你得释放了 那仆人出来 正好遇见他的一个同伴 欠了他十两银子 便揪住他 掐住他的喉咙说 同伴 你把所欠的还我 求你宽恕我 将来我一定要还清的 不行 我要把你下在尖里 直到你还清我的债 众同伴看见仆人所做的事 就非常忧愁 去把这件事都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叫了那仆人来 对他说 你这恶奴才 你央求我 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吗 向我连续你 我要把你交给掌刑的 等你还清所欠的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七十个七是什么意思呢 旧约圣经告诉我们 当但以理知道先知耶利米 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 七十为满 他就为选民带导 求主按他的大仁大义 使主的愤怒 转离主的城 耶路撒冷 就是主的圣山 但以理为圣城和百姓 脱离荒凉 蒙羞受辱的处境 尽时带导 神就差遣使者加百列 告诉但以理 为他的本国之名和圣城 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要止住罪过 除净罪恶 赎尽罪孽 引尽永逸 封住意象和预言 并告至圣者至圣所 新约圣经告诉我们 主教导门徒 当如何向天父祷告 你祷告的时候 要进你的内屋 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不饶恕 你们的过犯 耶稣说 不是七次 乃是七十个七次 亲爱的朋友 那位受高的至高者 已经来到世上 并为世人 开了可以通往至圣所的路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生子 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 为罪人而死 并且死在十字架上 唯有耶稣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天国的王 免了我们的债 命令我们要爱人如己 连续饶恕别人 如同我们得蒙父神的 连续饶恕一样 今天 凡是神的儿女 每天都能向天父祷告说 求你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有谁愿意 被王交给掌刑的呢 罗马书十章九节告诉我们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救必得救 朋友 如果你愿意接受 主耶稣做你的救助 现在就请你跟我们 一起做个祷告 来 请跟我一起祷告 说 宇宙的主宰耶稣 谢谢你爱我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求你赦免我的罪 来做我生命的主 我愿把一生交给你管理 赐给我永生 求圣灵永远住在我心中 奉主宝贵的名求 Amen 在你我他的故事单元当中 耶稣和我们谈到 饶恕的功课 不要把别人 求在我们的心里 主耶稣说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 饶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带你们了 圣经也说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耶稣告诉我们 饶恕不是一种技巧 饶恕是一种选择 就像耶稣基督后来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选择饶恕那些 伤害他 嘲笑他的人 耶稣爱我们 以他的生命作为代价 赐下新生命给我们 也赐给我们饶恕的力量 因此当我们心里面 有很多的伤害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 寻求他的帮助 能够走出心里的囚牢 不让恨主宰我们的生命 不要让爱越多 恨越多的恐惧 捆绑了我们 让我们一起 把我们的心 交托给这位耶稣 他会医治我们破碎的心 使我们完全得到释放 得到自由 也愿上帝赐给我们智慧 我们不只是来检视自己的人际关系 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 能够做正确的选择 今天的节目就要聊到这里了 祝福你平安喜乐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我爱中黑夜里 等待光明 等待明亮的晨曦 如同灯照亮我们的心 耶稣是明亮真心 耶稣爱我 真的爱我 不再害怕 不再忧虑 爱你 耶稣爱你 耶稣的爱 留神心 明明的爱情 相信 耶稣爱你